这是古埃及残忍的言行 男人被铁钳夹住舌头 他无力反抗 只能眼睁睁看着舌头被割掉 随后身体被纱布层层缠绕 接着被丢入石棺 下一秒 带着狗头的祭祀 将一大桶甲虫倒了下去 密密麻麻的甲虫 迅速爬满男人的身体 这种虫事是古老的恶毒诅咒 受刑者处于极度恐慌中 就被盖上厚重的石棺盖 随后用独特的钥匙将其封印 永世不得超生 触犯了什么弥天大罪 才会被这样残忍处置 原来这可不止死活的小伙 是三千年前法老王的大祭司 可他偏偏迷恋上了王妃 被发现后 他们干脆直接杀掉法老王 闻讯而来的守卫抓住王妃 而他却不堪受辱自杀了 大祭司抢走了王妃的尸体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法老王陵墓 这里金碧辉煌全是宝藏 他将王妃放在复活台上 打算用邪恶的亡灵黑精 从地狱召唤出王妃的灵魂 眼看仪式就要成功了 守卫却追了上来 但凡是参加过复活仪式的人 都将被做成活生生的木乃仪 而他则是被恐怖的重视诅咒对待 永世不得超生 他的墓穴一直被法老王的后代看惯 因为一旦墓穴被打破 受刑者就会化作恶魔 混乱人间 可当时的人我万万没想到 在三千年后的博物馆内 考古学家大花无意中得到一件宝物 他碰巧可以打开 里面赫然出现一张法老王墓穴的藏宝图 然而想要找到宝藏的具体位置 只有这个即将处于矫刑的犯人 可以带路 危急时刻 大花说出 铁柱知道法老王墓穴的秘密 不要杀他呀 点语长自然也听过关于宝藏的传说 放过铁柱的唯一条件 就是要和他们一起前去 随后便命人放了铁柱 路上他们遇到了另一个考古队 眼看墓藏近在咫尺 接下来就是先到先走了 大花他们人少 率先来到墓穴内 也不知道是不是进错了洞口 根本没看到所谓的金银珠宝 反而意外找到一具石棺 石棺上面的图案 刚好和大花手中的宝盒是一体的 突然一只甲虫破头而出 直接就从后面钻进了点语长体内 看着在腹部来回窜凳的虫子 强迫症的他无法忍受 直隆隆地撞向石墙 大家并没有因为他的死 推脱墓穴 大墙用宝盒拧开了封印机关 然后他们合力撬开石棺盖 下一幕 哎呀妈呀 隔着屏幕吓我一跳 随后赶来了考古队 也大张旗鼓地撬开符文石 没想到一股毒物噴出 考古队员瞬间被腐蚀 另一面发现了刻满符文的箱子 上面警告 谁敢打开这箱子 谁就会受到诅咒 失去五脏六福 可竟然来到这里 就有不怕死的 原来里面装的竟是亡灵黑精 它是复活大祭司和王妃的关键 夜晚 大花偷偷取走亡灵黑精 用它手中的宝盒 顺利打开经书 提出很疑惑 上面记载的是什么 然而大花却一字不落地念了出来 殊不知 这正是复活大祭司的咒语 他当然不知道 自己已经跑下大祸 好在铁柱哭撑一枪 打倒不落狐 他们才能趁机脱身 其实他 就是三天年前爱上王妃的大祭司 当下诅咒一破 他拥有了不死之身 他的心愿 就是复活王妃 碰巧这个胆小的小红帽 送上门给他做奴隶 求求你饶了我吧 什么 你会说奴隶的话 把我找出黑精 小红帽带他回到小镇 找到参与挖墓的成员 只见大祭司缓缓摘掉面具 一声嘶吼 队员就变成了干尸 铁柱想要用物理攻击灭掉他 然而对于满身骷髅的他 好像没什么作用 他直接将铁柱甩出去 转头开始逼近大花 也不知道要亲还是要啃 后面传来猫叫声 哎呀 这不是地狱守护着化身吗 怎么会在这儿 他化作一滩沙子 逃走了 夜晚 大祭司夺走亡灵黑精 吸取守卫精气 逐渐恢复了人体形态 还能喷出黑色蛊虫 只要被沾染 就会成为大祭司的奴隶 哎呀 也不知道他是多想要奴隶 一口吃这么多 他趁机来到大花坊内 守卫瞬间就被吸成了干尸 嘿嘿 这这 眼看就要恢复容了呀 他对着床上的大花 就吻了上去 可初风的瞬间 嘴上开始腐烂 原来他是要用大花的精魄 来复活王妃 好在铁柱及时赶到 用手里的喵喵吓退他 大祭司很快就用蛊虫 控制了全城的人 大花知道寡不敌众 决定牺牲自己 主动跟他回到墓穴 在这里 大祭司复活了以前的部下 然后用亡灵黑精 召唤出王妃的灵魂 眼看仪式即将完成 铁柱再次英雄救美 带着大花离开 一旁的大强 也用金睛歪打正着 激活了守灵侍卫 他们的使命 让他们再次杀死王妃 大祭司开始朝着铁柱 疯狂发现 围急时刻 大花打开金睛 开始念上面的咒语 在光头张开血盆大嘴那一刻 及时召唤出了 地狱的勾魂使者 大祭司的灵魂 就这样被带走了 他失去不死之身 被铁柱扎扎一下 刺在肚脐尔上 随后踉距着脚步 掉进污水池 被无数王魂带走了 他们三人 在石门落下的最后一刻 顺利的逃了出来 然而三人 谁都没有注意到 跨下的骆驼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帮他们 带了数不清的宝物 木乃伊系列 可谓是盗墓探险电影鼻祖 其实剧中的大祭司 是埃及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这部1999年上映的木乃伊 改编自1932年的同名老片 大胆的创新 让它上映后好评如潮